某有四类 八大人绝经上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是五音某 我们人人都有 五音是什么 色受形相识 色是身体 色身 受相形识是情绪 是心理 你的情绪不稳定 你的心不安 心不定 这属于自身的 第二个烦恼 烦恼是坦诚之慢 无量无病的烦恼 烦恼母 第三个死母 每个人有生一定有死 死为什么是母呢 我们这一生的功课 没学完 受命到了 你不能成就 来生基督才看 这生生世世 这受折磨 最后一个叫 天魔 天魔是外面的 天魔说的话 就是种种的引诱 你要知道 这个种种引诱里面 有善有误 善的什么呢 引诱你的贪心 把你的贪欲 引诱出来 那这个不是这样的恶的呢 恶的是把你的成灰心引诱出来 叫你天天生贪爱 天天发脾气 外面境界的诱惑 这叫天魔 所以你要晓得 魔并不是亲密獠牙了 不是魔鬼呀 本来佛经里面 佛里面讲这个魔字 是折磨 所以你看 这四种都是属于折磨 经不起环境诱惑的 这个叫天魔 外面来的折磨 外面还是把自己里头的魔 引诱出来 这才是折磨 如果里面如如不动 外面 这个诱惑的时候 你不会被它诱惑 不会被它干扰 这就是禅定 这就是智慧 现在这个魔的势力大 我们里面烦恼 业障习气非常重 外面的诱惑力量这么强 经不起诱惑 发入牧墙 我们那点道心 古人说的 叫露水一道心 横不入 敌不过烦恼 烦恼一先行 那点道心就没有了 我们怎样培养我们的道心 关键就要靠人 什么都要认 顺境 善于 这个外面环境很顺利 善于你所遇到的时候都是好人 都是你很欢喜的好朋友 都是很关怀很尊重你的人 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不深贪恋 这就对了 你在这个磨练 把你这个贪心 吝啬的心 磨掉 秘密 就是环境很不顺利 卧远 你遇到一些人事都不适合善人 都是你的冤家对头 这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 你要忍住 不起承讳 修忍辱波罗 你从这个地上就能体会到 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 你的夜天的生活 饮食起居 工作待人久 这就是你真正修忍辱的道场 你在这个里面学什么 学不动心 学不受干扰 你就会成就我 那如果实在的时候 说忍不住 人的力量不够 功夫不够 那怎么办呢 就要让 让就回避 这对初学是有必要的 真正功夫成就了 没关系 接触到的之后 绝不被外面环境 所干扰 就是你真正能保持你的清净心 行 要不然的话都说 就要回避 就可以了 靠近溪 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